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开始 如果有个小姐姐是你明知得不到却耐不住想要 明知没结果却欲望燃似火的话 那你会怎么办 是偷偷暗恋还是偷偷窥探 今天要说的这个画矿男可不简单 他也喜欢上了一个风乳肥腾的女人 他不仅偷窥还最终得到了小姐姐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这天江湖川正在车站等火车 等火车的功夫也忘不了思考人生 海市圣楼的确很美 不管是那空中楼阁还是空中花园都的确很吸引人 这感觉就像是即将坐上火车的江湖川 即将要去的地方 对人总有莫大的吸引力 江湖川一袭黑衣上了火车 车厢里三三两两坐着七八个乘客 他们两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 不知道是不是也对江要去的地方充满了期待 要说这人群中最让江湖川好奇的是车厢最里面 一个鬼鬼祟祟东张西望的男人 这个男人穿着一身老实西装 那个样式只有江湖川他爹那个年龄的人才会穿 他手里紧紧抱着一幅画 看起来很紧张的样子 还不停地自言自语 男人慌张地看着窗外 还不停地把画框移动位置 好像在故意让画框欣赏着窗外的风景 等江湖川走到身边 男人才反应过来身后有人 他兴奋地问 你是不是也想看看这个东西 本就有些好奇的江湖川当然不会拒绝 可当男人把画框转过来的那一刻 江湖川也吓了一跳 只见画框上是一个浓眉大眼有凶气的女人 那个样子在现在看来 肯定是开了滤镜 开了美颜 开了瘦脸 开了大眼的 但在那个年代 还没有这么多骗人的高科技 所以当看到这个漂亮性感女人的那一刻 江湖川也热了 这不可能 此胸只应天上有 人间哪得几回文 江湖川吃尸地看着画框 着迷了有半个小时 要不是旁边还有个西装大叔 江湖川估计都得钻进去 占得便宜 要说素描油画自己也见了一堆 也算是见过世面的男人 但和这个压画中的女人比起来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布置一体 画中的女人可以说是 把每一处细节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根本找不到任何合适的词语 来形容这种完美的感觉 如果不特意说这幅画 估计都有人能娶她当老婆 那感觉就像是把一个性感俏丽的女人 直接压进了这幅画中 听到江湖川这些画 男人更兴奋了 他放下画 翻开自己的皮包 一边翻还一边讲着 自己和画中姑娘的故事 很久以前自己看上了这个姑娘 对她的爱慕之心 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爱情不分大小 年龄不是问题 男人很想把这个女孩占为己有 最终他选择了用压画这种方式 说完男人拿出了望远镜 递给江湖川 这不看山也不看景的 光是这画里的姑娘 就够欣赏大半天 还拿望远镜干啥 正当江湖川纳闷的时候 男人说让他用望远镜 再看一下这幅画 让他尽量走远一些 江湖川后退几步 半信半疑的把望远镜怼在眼上 突然发现镜中的男人变得猙獰 后来发现原来是镜头拿反了 男人大呼小叫的 让他把镜头反过来 但只是镜头反了而已 至于这么夸张的表达吗 这让江湖川心中有些不解 江湖川慢悠悠地反过镜头 专动滚轮 镜头里的女人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立体 这让江湖川更是难以置信 这画里的女人就好像活的一样 蠢蠢欲动的小要求画中走出来 这种感觉是江湖川之前从未体验过的 明明只是一幅画作 为何却能如此生动 看到江湖川的反应 男人完全能够理解 他还在不停地自言自语 这幅画做得很好 把他活生生的做了出来 但江湖川还沉浸在刚刚那种感觉中 望远镜下的女人看起来生动立体 有血有肉 甚至能够感觉到随着喘息 女人的胸在上下跳动 皮肤紧绷 吹弹可破 让人抑制不住的冲动 江湖川忍不住一直看 完全为这幅画着迷 为画里的女人着迷 越看越觉得女人是活的 越看越觉得画不简单 最终江湖川猜测 这画里的女人 一定是被活生生做成了鸭画 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江湖川稍微有些头晕 顺势坐在了旁边的座位上 就这样睡了过去 火车轰鸣着往前冲 不知过了多久 江湖川慢慢醒了过来 座位上还放着那幅鸭画 但那个过气西装的男人 却不知去了哪里 听多了各种奇异温趣事的江湖川 以为这次是被哪路神仙捉弄了 所以打算起身下车 可刚要走的时候 却被列车员叫住了 列车员提醒他忘了带东西 江湖川解释说 那幅画并不是自己的 但列车员却笑了笑说 这趟列车从发车到现在 车厢里就只有江湖川一位客人 难不成画还能是别人的 江湖川听后一惊 等他再仔细看那幅画 发现画中多了一个男人 正是那个过气西装的男人 他攻腰站在画中 女人倚靠在他的腿上 江湖川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 那这样的话 刚刚看到的那些乘客 还有画中的这个男人 到底是在做梦 还是说 这个画中的男人 是个异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嘟嘟 我们下期再见